美国的军事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每次在战场上面美军士兵的后期保障系统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比如之前的阿富汗战争 苏联军队就曾经因为糟糕的后勤供给体系 而导致前线士兵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 从而引起大面积的苏军感染肝炎 而美军则毫无此担心 原因就是因为美军的士官在上战场的时候 就告诉过这些美国大兵们 他们有完整的后期保障体系 所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是绝对禁止饮用当地的水源的 那不喝当地的水 美国大兵们都喝什么呢 应该很多人都想到了 是的 美国士兵们喝的水 都是由运输机直接整箱整箱的 从美国本土空运过来 或者由国家国防部从东南亚购买瓶装水 这样奢侈的喝水方式 简直只有美国能承担起 按照当时的成本来算的话 一瓶水应该是接近14美元的 而且是只有500毫升 这让人不得不承认 美国的经济实力确实强大 而对于大家都吸引的 美国士兵帐篷里面 使用空调也绝对不是夸张的 因为美国士兵的生活 相对于其他国家 真的可以说是穷奢极尺了 而且是一点都夸张 不同的兵种有不同的伙食搭配 而且还有专门的营养师 给他们做最科学的营养搭配 大量肉食和水果 甜品糕点都是最基本的搭配了 他们还会经常提供鸡尾酒等的饮品 食物非常丰富 花样还特别繁多 而且还能保证美军的每个士兵 每天训练所需的全部能量 所以为啥美国士兵要叫美国大兵 还不是他们的个头 确实要比其他国家的士兵大上一头 所以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 都要齐头并进 这是我的着见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探讨 更多精彩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哦